回过头来呢 其实刚刚前面也特别提到了 就是说现在对蓝白来讲 新潮流就等于贪腐代名词 甚至昨天波及一还说 新潮流现在是脏话了 变成脏话 就是因为他们吃铜吃铁 包括整个新潮流的势力 渗透了各个部会 或是国营事业 来看到新潮流的要角 包括像在行政院副院长曾文灿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监察院长陈菊 江部长王国财 中选会 中华邮政 劳动部长 台南市长经济部政策 监察委员 陆委会主委 竹帆不及被载 所以今天这个 也特别提到了媒体分析 派系共治是民党不变的原则 所以成为执政党的民进党 各个派系的权力斗争 会牵动整个国家运作 那么当然此时此刻赖清德 他也只想拆弹 从我们看到一选完 很快的高端合约就公布了 公布之后被大家抓出了 争议和猫腻 有没有连续两天 这个卫福部召开记者会 那除了这个公布高端合约 还有赖清德自己退出新潮流 外界认为是赖清德就职 总统之前开始由外而内 逐渐拆弹 但是你说他退留了 昨天其实好像 让我们来宾也都会特别联想到说 那老家呢 万里老家赖皮疗还是死赖着不拆 是啊不只是死赖着不拆啊 他连进度信托进度 零完全零 没有 所以你知道昨天就有一个支持者就很很兴致昂昂的跟我说 希望我在选区可以挂设一个看板 这看板是什么呢 就是计时计 来计时赖皮疗到底什么时候猜 然后这个进度到哪边了 就是希望我用这个提醒大家 到可能两年后我们选举到四年之后我们选举再来看看他的赖皮疗猜了没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这样子花费可能太高 因为可能十年都不会拆 可能八年都不会拆 所以我现在还在思考我要怎么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想大家不要对赖清德太有自信了 我觉得赖清德他不会拆是一回事 但是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监督那是另外一回事 国民党这些年轻立委在立法院当然监督高端是监督放言是一回事 但是我觉得赖皮疗也会放进大家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中 而且说真的民进党他们一直在贴标签说我们在打赖皮疗都是在打矿工 事实上不是耶 我们从来没有在说矿工不对 我们从来没有在问 从来没有在质疑矿工的问题 都是在质疑你的违贱 然后之前民进党在选举之前就把一大堆矿工拿出来讲 都说你看国民党就是要抹黑你们 事实上赖清德当了多少年的政治人物 他有帮矿工讲过一句话吗 没有今天发生了赖皮疗的事情之后才把矿工拿出来讲 那大家不觉得很可笑吗 所以赖皮疗的事件一定会继续追下去 但是赖清德他要拆的蛋还非常的多 尤其今天蔡英文很明显 他就是把一个监督的人小美琴放在他旁边 所以今天赖清德他不管是在政策上面 又或者是在很多的一些派系资源上面 他也都会绑手绑脚 所以他现在才要做这样的一个大动作嘛 但问题是大家都知道新潮流就是在民进党是一个最大的派系 而事实上你知道在民进党不是只有民进党有新潮流 你知道连跟民进党比较友好的一些商业界 都有新潮流自居 他们怎么自居的呢 他们是说我们这一派就是跟新潮流比较好的一些商业界 我想这立昂哥可能知道的比我还要更多 但这都是一些秘密 我们都不能讲的秘密 等一下 立昂哥眼镜戴起来了 而且这些人 应该可以讲一句 这些人很嚣张 非常的嚣张 因为新潮流够大嘛 所以他就是为非作歹 他反正只要觉得 我就定期给新潮流一些糖果吃 他们在商业界横着走好不好 所以你说这样新潮流 因为赖清德的一个新闻稿 一起声明退出新潮流 新潮流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吗 新潮流就因此而在民进党当中退居二线或退居老二了吗 真的不要笑死人 但是新潮流的确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有被消耗一些能量 是事实的 因为大家也都知道 新潮流是分南流 中流还有北流 那这次南流选得很好嘛 问题是中流是谁 蔡奇昌 中流蔡奇昌虽然没有倒 但是事实上他旁边的一些F3上了嘛 所以中流的确是有消耗一点点能量的 那中流其实跟北流又相对关系是比较close一点点的 所以他事实上会影响到赖清德是会没有做 所以赖清德他现在危机感也很深 毕竟一个赖英文派来的肖美琴在旁边要看着我 然后又加上现在的新潮流又被大家虎视眈眈 所以他不得已不做出一些决定 但当这些决定呢 他觉得拆弹好像没有这么的 对他来说没有那么危机感那么深的时候 你看他就是他开始下手的时刻了 而这个时刻我不认为是在第一次的这个行政院长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嘛在第一任的行政院院长基本上就是一个炮灰 或是一个很快可能很快就会被骂下台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赖清德他真的要把他自己人放在行政院长又或者是放在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位置 所以我认为他会是在可能第一波洗牌之后第二波的或第三波这些人大家去观察才是赖清德的自己人 而现在呢被他推上去的这一些人可能都不是他的自己人 都是要上去当炮灰被打一打就下台的人 所以大家之后可以观察现在被他推上去的人你就知道不是赖清德的自己人 好 不过赖清德这一次没有完全执政了 因为现在这个国民党是国会最大的党 那当然新国会新气象真的是很讶异 就蓝营国民党不一样了不再老气沉沉好不好 真的是耳目一心最年轻 来看到这个是新科年轻立委国民党的人数最多 所以很多网友都说比民进党还年轻 当然其中年纪最小的是黄杰了30岁 在这边一个简单的统计 40岁以下的立委12名光是国民党占了9名 那么当然最年轻刚刚是讲的是黄杰 那年纪最大的是民进党的游席坤 这次真的国民党好多好多的年轻人 而且大概都30出头岁进入了国会 所以年轻的战力监督的力量真的是可以值得期待吗 漢婷 因为当我看到这个游杯杯对吧 这个75的高龄可以吧 做完都要80大寿了 做完都要80大寿了对吧 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过往我们都认为说 国民党相对比较年长一点 但是在这一届当中非常多国民党的年轻人 然后都能够顺利进入国会 稍微看了一下大部分呢 都是在2018年当选市议员的 其实包含像民进党也是 包含像是尤浩 吴佩毅 黄建豪 廖先祥 徐巧新 罗廷伟 牛许廷跟黄杰 其实都是在2018年当选市议员的 然后呢就经历过了一届半的议员之后 顺利的就转战立委 所以这一次表示呢是时代顺应的潮流 就是大家都非常的迫切年轻的人才能够不断的往前走 那因为呢在过去我往往都比如说 你可能像那个高嘉宇就是两届议员 然后到第三届的时候才转战立委 那只有在大概中南部的一些地方 才会有更快的一些速度 那现在其实在台北或者是台中 甚至是在南投都有出现这样一个 表示时代要求新血的不断出现 而且时代也在渴望着世代的一个交替 所以这表示一个新的气象跟一个新的实力 好 那么再来呢所谓的 大家喜欢看到年轻人展现什么样的东西 或说年轻人喜欢看到展现什么东西呢 当然打币是一个 因为包含呢廖伟祥 对吧 我应该没记住 就是打高端的这个议题 廖伟祥 对 因为每次的我都跟廖先祥 另外还有个廖先祥 对对对 戏子戏子也上了 戏子也上了 然后那个名字都很像 好 所以呢那再加上 所以这些高端议题 或者是过去一些弊案的问题 因为过去在选举的时候 很多国民党的候选人 其实都是以打币作为选战的一个主轴 或者呢是来争取选票的一个主诉求 所以呢当然尤其在二月的 这一开始的会期当中啊 媒体所有的关注焦点 一定都是看这些新科立委 媒体肯定不会再去问那些前辈的立委 到底是怎么表现啊 因为大概也都知道是怎么样了 然后呢这些新科立委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那未来也就会成为 长期媒体锁定跟访问的对象 好 比如说许小新肯定也是 那大家一定也会很期待 那你的第一次比如说 执询了这15分钟 好 那到你执询行政院长 到底要执些什么东西 所以每一个立委都要抓紧时间 因为我们才1月13选完 然后2月1号马上就就职 那能不能够马上的 对中央的各个部会 或者是很多东西 然后要去做好时间上面的一些联系 我好像是在过两周 好像什么国会联络人啊什么的 然后大家就要开始 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啦 然后基本的训练啊 国民党内部的一些新科立委 也要开始有一些受训 包含未来的一些议事的规则 然后或者一些工坊上面的技巧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前辈的立委 然后开始做一些经验上面的传承 所以未来呢 只能说是在朝小野大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在野党 当然如果是能够未来是 蓝白和的次数 大于所谓不和的次数的话 其实要胜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要胜防民进党的严重的杯葛 好 因为当然啦 就是说赖清德他想要推动的政见 那如果呢是恶法的话 那么理论上 我们呢这个蓝白如果是过半的情形 或者如果立法院长是韩国瑜 应该能够有相当程度的撤走 那民进党肯定不会就这么顺利啊 因为民进党一定要是捍卫党的政策啊 民进党一定要通过这个党的版本的法案啊 一定要通过政院版的法案啊 所以在立法院可想呢 这一定会有更多的肢体上的冲突 或者是暴力上的冲突啊 那么暴力上的冲突的话 那讲白了什么那就是年轻人占优势嘛 讲白了就是年轻人占优势嘛 你不能奢望那个六七十岁的 然后出来跟你 然后就去抢那个麦克风啊 然后跟你趴在桌子上 然后就跟你丢水球啊 就跟你砸面粉对吧 这你不能够奢望 那当然我们就期待就是三四十岁的这些 大概比较身强体壮年轻力壮的人呢 能够实际上发挥到更大的一些战力 不过我额外补充哦 就是这个绿营现在都在讲 因为尤其又谈到了抖音 就额外稍微补充一下 好 绿的都讲说 你看这个抖音疯狂都在传一些 蓝的跟白的的影片 他肯定是对岸介入 不是啊 因为绿的自己放弃啊 绿的自己不来啊 对吧 就是只要是在抖音上 你关心政治 关心时事 关心新闻的 他自然就会跳出 跟新闻相关的东西给你 那因为白的跟蓝的 都在抖音有在经营 那民进党自己不经营 当然就全盘给人拿走 所以现在许舒华才说 哎呀这个我们不要再讲进抖音啊 他的潜台词什么就是 不仅是许舒华 很多民进党的潜台词就是 不想进吧 他们也要进来啊 对啊他要进来不是禁止啊 对他们也想要进入到 抖音这块市场 因为短视频本来就 你在脸书在IG都一样嘛 只不过是哪一个平台 推播或哪一个平台 收看人数多 那现在呢 就TikTok在台湾 收看的人数多 所以呢我当然是希望什么呢 希望民进党继续禁止 对吧 就最好是强迫什么学生啊 通通都不要再看抖音 就禁止跳科目山 对吧 就禁止跳科目山 然后被出征 在校园当中 我听到的这年轻人 大家都觉得你有病 大家都觉得民进党有病 有问题是YT也有啊 对YT也有科目山 就哪边都有啊 所以这是跟市场对着干 那只能欢迎民进党继续做啦 因为这样的话 年轻的票就是 每一年都会 不往民进党上面移动 好因为我要讲这个 国会新站立的之前啊 我先请亮哥来评一下 因为今天最新的消息是 韩国瑜表态 现在要拼立法院长了嘛 那同时找来了这个江启成当副院长 当然他们有说一个前提是 如果副院长民众党要的话 他们可以让出来 那如果目前是韩国瑜 江启成那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是总招 总招的话是不是有 我目前看来国民党赖世保 这个铁三角的机会也有的 对应该是这样啊 因为我不认为民众党会 跟政党联合啦 应该不会 这很好啊 就是搭一个区域的嘛 很好啊 而且总招找区域的是正确的 因为这个真正的主战力 还是区域立委啦 不过这个韩国瑜会委屈一点啦 因为主持院会蛮无聊的 这个 不过这个 立法院长可以做很多别的事啦 包括跟社会各界 那他如果 不过他未来要退出党派 那希望就站在台湾的角度 可以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发言 不过我是觉得这样啦 就是国民党未来一定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出席率的问题 因为我常常在立法院待着都不走的 因为我是台北 我又是不分区 所以我几乎整天都在立法院 那院会或者是委员会 常常会有突袭状况 那民进党因为席事比人家少嘛 所以一定是搞这个啦 那国民党的出席率一直都不好 都是假席动员要来投票 那大家就会遵守 可是平常大概委员会都是 但是咨询完就走了 大部分啦 那我认为整个立法院的 那个战术会把改变 因为民进党只有51席啊 所以他一定要找一些机会 他会不断的那边算人数 那就突袭了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就是 这个周一寇显然是完全不了解立法院 怎么样你说他拉黄杰的部分要 黄杰根本在立法院 不会有任何作用 我跟你讲一点作用 黄杰还说他要对战韩国瑜 一点作用都没有啦 人家就把你当做小丑 那你就再去骑重机好了 就基本上没有人会理你啦 立法院是怎么运作的 立法院就是你是来闹场的是不是 人家很多人是有重要的事要做 他可能觉得媒体会报就好啦 他再翻个白眼媒体写不写 我跟你讲你以为这是市议会是不是 而且他要对谁翻白眼 对啊我跟你讲 是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我跟你讲立法院一定会有很多人 就立刻训斥他 你要做秀你就不用来这里 你就回去当市议员吧 所以这个根本就不了解状况 立法院这个委员会 至少我知道台北市议会水平也是很高的啦 那台湾的其他议会真的就是 就随便你混 所以我说跟立法院大概类似水平的就是有台北市议会 黄杰你那个高雄市议会在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你就要高雄市议会执行的水平啊 有的根本就是在聊天啊 对 就跟市长在那边聊天啊 真的 不然就要讲他的个人的服务案件啊 对 就直接这样干的耶 立法院不能这样质询啊 我跟你讲 你如果这样质询明天就变成 都变成头条了 对 所以他在关缩他自己的利益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有很多是凭实力的啦 所以你一定签设你要做一些功课 而且未来的状况更多的是 就是在野党在抓执政党的问题 那你要帮执政党护航 你有部长清楚吗 对不对 这个就接受你跟那个部会的关系啊 那民进党 民进党为什么平均年龄会变高 因为他大部分都连任的人嘛 因为他大部分都是南部 对不对 嘉义以南 嘉义以南很多人都当了三届四届五届啊 那都是老油条啊 所以怎么会轮得到你呢 而且他们太阳花世代这次也都被干掉了 几乎嘛 反正北部跟中部的几乎都被干掉了 是啊 所以我的意思说那个 反正每一届都会有他不同的生态 那你就会发现哪一些人是可以出头的 比如说赖品瑜 赖品瑜在立法院你对他有记忆吗 Cosplay Cosplay不是在立法院啊 是在外面啊 谈恋爱 我的意思是说他在立法院委员会跟院会 你就不容易表现嘛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讲立法院的作战 不是你个人在外面的作秀 我个人外面的作秀 黄杰当然很厉害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在立法院能够突出 那能够变成明星啊 那是要有一点本事的啦 就是这样 亮哥为什么会点到这个周玉寇和黄杰 主要是因为周玉寇呢 就是说黄杰可以进立法院 赶快制住许巧新 那许巧新说直接回答你 不可能想得美 坦白说黄杰连市议会 省预算都被踢爆多次缺席 连认真都做不到 哪有可能治得了任何人 好 不过在这边顺带一提啊 因为许巧新去年啊 他在脸书上发表超私进口 但可能致癌的部分 还有政府谋财 诱害命的文章 好 结果被警方以违法 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但是台北地缘认为 许巧新没有故意 将明知不实的讯息散布于众 所以裁定不法 可以刚抗告 我觉得周日寇他已经不是 搞不清楚状况了 我觉得他似乎是对于 整个国会跟立法院 不懂立法委员的职责是什么 立法委员的职责是什么 是监督执政党 是监督预算 监督法案 监督你的整年的规划 等等的 那为什么他要去监督 一个他的同事 许巧新 然后黄杰不是一开始 也讲得很好笑吗 他要去跟韩国瑜对战 请问是要对战什么 他是院长和你同事 你要监督徐晓星什么 我还真的不懂 这些人到底 为什么会有这些逻辑 他要监督的应该是 接下来赖清德政府 赖清德的行政院长 赖清德的部长 院长等等的 或者怎么护航 对 或者是怎么护航 你要护航什么 那是你们家的事情 问题不是来监督你的同事 你监督同事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你在监督民意 许巧新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松信的民意 那你监督许巧新 不就代表你在监督民意吗 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好 那我再讲一个 黄杰啊 刚刚亮哥已经预言说 他在立法院不会有什么作为 而且会变成一个小丑 大家对他的印象 除了翻白眼 还有在对他在高雄市 是咨询有什么印象吗 没有吧 完全没有耶 韩国日离开高雄之后 他还是高雄市议员吧 是吧 那他咨询过陈其迈什么 没有 完全没有 甚至我去调他的那个 咨询画面 他在跟陈其迈 喇赛在聊天啊 是啊 他在跟官员聊天 所以你从他高雄市议会 表现 你再来看他在立法院的表现 都一样是执政党啊 你觉得他会 不要说护航了啦 我相信他连护航可能都护航的哩哩烂啦 因为他到底懂什么叫政策 他能把这个部会的政策 护航的论述 护航的逻辑 讲出来吗 你说一些民进党资深的立委 在立法院你说他们没有作为 也不是 他们至少敢跟苏贞昌在那边演戏 演得很难看 但是他们敢演 陈建仁到最后不是也一样 盛光没有了 反而变成一个盛战士吗 然后跟民进党的立委 在那边演戏也很高端 怎么样怎么样 这些立委至少他 好这样讲难听一点啊 我们也不认同这样的做法 他演得出一套逻辑 但是你认为黄杰 他能把这个逻辑 把这个论述完整的讲出来吗 他连在 一番白眼你有发现他都在跳针式的回应了吗 确实 我觉得他连话都说不好 这种人到立法院 你觉得他能质询 能监督能护航什么呢 今天小时欢迎大家持续加入我们大新闻大爆挂 您可以上YT搜寻大新闻大爆挂的频道 请帮我们爱用订阅键 看到今天缩土先点个赞打 还有聊天室之余呢 也帮我们踊跃来投票 因为我们现在线上 还在持续进行我们的投票内容 我们等一下也要用旁边来秀出来 让大家看看今天的投票主题 国民党史上年轻力尾最多 你觉得关注哪一个议题最能够引发共鸣 吸引了年轻世代关注呢 目前已经有6226票了 但是有60%的官员朋友们 他们是投给了希望国民党的新生代 进到立法院之后 要努力的挖掘高端8天赚40亿的致富故事 这么好的故事怎么可以不跟大家分享呢 20%的官员朋友们 选择了追查放眼门背后标案的关系 16%的官员朋友们认为 发声支持韩院长跟白 也就是民众党来做出区隔 当然也有很多选这个其他的 3%的官员朋友们 也欢迎用留言或抖内来表达您的看法 而讲到抖内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小时呢 我看到两个抖内 一个是其实刚上个小时的林菲菲 她请汉庭道歉 那因为汉庭现在刚好这个 等一下她才会再回来 那也感谢我们的核仙现在抖内 跟我们说声加油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在抖内 以及不同的意见分享 那当然第二小时也持续收看 我们的大新闻大曝挂 除了汉庭 等一下加入继续陪我们以外 另外我们的林玉芳委员也来了 委员 大家好 好 严谨生严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 其实我们刚刚最后最后讲到的是 要准备进到国会 一开始要这个监督 接下来可能立法院长韩国瑜的黄杰 以及被周玉寇问说 能否进到立院置住的许巧新 好 现在我们看起来黄杰任务这么多 可是呢 许巧新已经跟大家讲了 直接回答你 你要来制住我 要来监督我不可能想的美 说坦白的 黄杰连示意会审预算 都被踢爆多次的缺席了 连认真都做不到的一个人 你又哪可能治得了任何人呢 那但是其实我们刚刚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 是不是今天有一说就是 当选过关 落选被关 是因为许巧新她的超私 但认为可能治癌的这个新闻呢 当然当时被设委法给移送 不过已经裁定不乏 不过张思刚他们指出 陈吉仲抄袭 包含了林涛 包含了杨志宇 他们判拘役 会继续的上诉 我就想问委员 之前的立法院跟接下来这个立法院的光景 会很不相同 我直接短问就是你认为是 有可能因为某一些特定的人 以后会形成群魔乱舞 还是更是精彩可奇呢 要看他们表现 我们先不必先入委组的观念 但是黄姐要监督徐巧新 这是非常好笑的事情 我自助她 这个用字更强烈了 没有国会员要监督另外一位国会员 你要监督的对象是行政部门 你怎么会监督你自己在立法院的同事呢 那对行政部门来讲 我最希望的是 你们这些国会员 不管哪一个党 你们彼此互相监督 那你们就没有时间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精力来制衡 来监督这个行政部门 不过我是觉得 我怎么这样讲 我说这样可能也是有点不太礼貌 我觉得有些人 这样当国会员是有点 就对民主政治是某种程度是一种嘲讽 当然民主政治就这样嘛 你选了大家就要接受嘛 但你看有些的 薪科的这些立法委员 他们在司议会的表现 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出色 那突然间升一级 要去当这个国会员 那子龙讲说 民主政治果然不是最好的制度 虽然好像也没有比民主政治更好的制度 这个民主政治就是人民做主嘛 但人民有时候他在做选择的时候 常常不是针对你这位候选人你的能力 而是呢 根据你的政党背景 或者是整个政治当时的氛围 来投下这一票 所以我只能说 我希望这些立委尤其辛克立委 真的要好好好好的努力 因为他们当上这个国会员真的是吓我一跳 至于说 你说这位黄姐要监督徐晓鑫 或是要自助徐晓鑫 我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看徐晓鑫是战斗力是很强 而且她是非常认真的 所以我对徐晓鑫是有信心 那委员 刚刚其实有很多网友在问说 那也想听委员会怎么选我们给大家的投票 就是这些年薪世代 你需要让他去追查放言的背后标案关系 还是高端那个八天致富的故事 以及是不是发声要支持韩院长 跟民众党做区隔 我觉得高端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个东西是有点害人听闻 那他们当然公布了合约 我先讲公布的时机 你民进党政务就是 不是光明正大 你光明正大的话 那连赖青的都讲说要公布这个合约了 那为什么拖到选完以后才公布 就表示说你自己心里虚虚的嘛 对 至于赖青的我讲实话 你也当副总统了 你并不是在那边示威素参 那为什么社会上有这么大的声音 要求公布这个高端的这个合约 你为什么到了选举进入白乐化的时候 你才答应公布呢 你早就应该啊 民主国家的真正的一个特点之一就是 就是要公开嘛 要透明嘛 那这个就是不是透明嘛 那找一大理由 然后呢 这个民进党政府跟高端 好像在唱双簧一样 那你现在公布的结果 有没有平息众人心中的疑问 还是这个疑问增加了 这个疑问是增加啊 为什么这么贵 你告诉我 对不对 第二个为什么事实意识这么简单 对 就可以拿得到了 一个礼拜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上帝造世界 造这个地球 造这个人类 也花了六天了 第七天才休息呢 那你这个高端整个这样子的过关 就是七天嘛 你就是上帝等级的这个 这个机构了嘛 上帝等级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嘛 这个是真的很起人疑斗啦 我们不是专家不管多讲 但是你看 很多专家出来讲话 包括院士级的 中央研院士级的 真正的专家出来讲话 那你们觉得是怎么样 还有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说 当时在审查这些专家学者名单 为什么不能公布 对不对 你专家学者要为你的专业 还有为你的这个抉择 你的选择 你要负责嘛 你要告诉社会大众嘛 我有专业 而且我有道德勇气嘛 我敢投下这一 赞成的这一票嘛 好嘛 让我们知道是谁嘛 对不对 这么厉害 这么伟大的这个决定 你如果不让我们知道是谁 你还在做这些决定吗 这太可惜了嘛 这是臣民 这个例外的一个好机会 让我们知道你们是谁嘛 这么应该公布这些学者专家 当时这个投票的这些学者专家 他们的大名 对 我们也感谢一些观众朋友们的抖内 除了刚刚何先生 他故意抖给来宾说 要来投票 看选项哪一个选项以外 也感谢爱丽施希的抖内 他说选前他要抖内 温国汉庭为什么不整合 那你说可以自己打败吴思瑶 他也说吴思瑶现在一定很感谢 那也感谢知 应该是知言吗 或知挺人的抖内 他说侯先生您好 他是北投区的选民 前一次议员是投您 但这一次立委是投国民党 很欣赏你的问政实力 但您是战斗兰的议员 却跟民众党靠太近了 让人有些许失望 期待选后 你能够再回到战斗兰的行列 为中华民国来奋斗努力 感谢陈佑琴的抖内 他就说 那他问汉庭什么时候 要退出这个战斗兰 不要再以战斗兰自居了 这一次战斗兰没有分裂 感谢我们的 这是Trump Derek的抖内 他说刚刚忘记留言了 他要说真的 他认为中天非常的公正 以及中立 站在正义的一方 另外他也觉得 我们家的主播都很正 非常感谢 感谢风雨飘飘的抖内 请国民党立法委员 先修课纲 多加入中华文化历史 国之根本在于教育 别让社会充满意识形态 风雨飘飘太厉害了 因为我刚刚好 就要来转问我们的严教授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到底蓝营要如何拓票 那接下来的 不管是两年到四年 就是九合一 以及下一次的总统选举 到底该如何的 让国民党更加的壮大 我们今天也听到韦翰哥 他特别提到的 四年前八年前 台办的回应 一样是九二共事 反台独和平统一 尤其2020年那一次的声明 还特别强调了一国两制 但是国民党 到底对大陆 有没有什么办法 他也说再不进行一次 彻底的两岸路线大辩论 等四年后 卢寿彦 柯文哲 赖清德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排列组合 一般对战的话 结果不用怀疑 赖清德会妥妥的连任 照样躺赢 严教授 我最近看这个外媒报道 台湾的选举 那大部分就是非常简单化的 就是说把我们三个党的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 一个说成是偏台独路线 一个是偏统 一个偏说是维持现状 其实三个都是维持现状 所以这个印象 这个你对他们这个 perception 这种看法 你要怎么去改 其实我觉得国民党应该 还是要去多强调 就是我的目前的目标 就是维持现状 但是我的做法 跟其他两个党不一样 我是透过对话 透过其他的方式 能够来达到大部分台湾选民 最需要的维持现状 因为民进党搞现在这一套 包括他的这种清美的路线 清美路线没有办法保证 我们能够维持邦交国 我们看得很清楚 中美洲通过了台北法之后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说美国说 你们这些邦交国 要跟台湾维持关系 如果说你要是断交的话 美国会制裁你 结果美国最后说 我们感到很遗憾 这就是他们的制裁 所以就表示说 大国已经没办法 帮我们捍卫我们的邦交国 那邦交国重不重要 我只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没有邦交国 对不起 我们每天在讲加入国际组织 没有人帮你提案了 这是第一个最简单 第二个 你的什么总统副总统 想要过境美国 你没有地方去 你就过境不了 因为你不能正式访问 所以就很简单 我们是需要的 那我觉得国民党 一定要提出一套说法 是我的维持现状 我的手段是能够成功的 而不是靠外面的 我可以主动来维持我的现状 而不是靠外面 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很重要的 第二个国民党一定要提出 我觉得这一次看起来 就是大家对整个的 包括总统候选人的出现的问题 你是不是要提一套制度 我觉得是不太可行 我已经讲了20年 但是我觉得还是希望 我们国家办一个初选 因为要有国家办初选 才有足够的选民去投票 然后每一个政党都在 那个选举当中 你的候选人想要参选 立法委员也好什么 你就去在那个 你的那个选区里头去投票 那其他的人也可以去投 到时候你那个党 你在你党里头是第一名 你就是第一名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让也没有什么弃保了 因为我要 我如果我支持 我是支持民进党的 我的候选人 我民进党里头 还有其他人挑战他 我怎么可能还去说 我挑一个国民党的洛基 我来支持这个 未来比较容易 对不起到时候 你的候选人都出不了线了 所以不可能有弃保 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你经过是大民意产生 因为现在台湾的初选 有个大问题 就是我们的党员人数太少 那党员人数不够 我觉得这个 那这一方面 我觉得国民党跟民主党 甚至民进党里头 想要挑战这些 现在的这个 每一次不同的提名方式 就是由主席来任命 我觉得这个是 每天说我们是跟 美国一样的民主国家 美国再怎么样 都没办法决定谁是候选人 就是你自己可以有一个 初选制度 我觉得国民党 如果朝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年轻人会喜欢 那最近有看到一个新的民调 新的一个说法 就是 现在最年轻的一批 新有投票权的 其实不是支持民进党的 而且对大陆的这个印象 也没有这么糟糕的 那就是你要怎么样想办法 就是跟大陆有互动 但是又不会认为是 就是过度 好像我们都要投降什么的 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没有这样子 那当然同一题 我也要请汉妮帮我补充 就是接下来的四年 要先准备迎战 这个伟汉哥呢 他讲说 如果不进行所谓的 两岸路线大辩论的话 四年后赖清德会妥妥连任 但如果结合前面网友的提问 就是说如果不进行 课纲修正的话 那么未来一样也会让 赖清德妥妥连任 因为现在的课纲当中 不要说没有教我们的下一代 只是认同中国 或者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是甚至在课纲跟教科书当中 学生跟中华民国的感情 都是疏离的 因为课纲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是中华民国是 移入到台湾的 所以每一年读这些 教科书的20万名 或者现在少子化 14万名的这些小朋友干嘛 自然而然都觉得 所以你中华民国是 是外面移进来的 那跟中华民国的感情 就算没有说切割 或者至少你也会觉得很不熟吧 或者你也会觉得 好像跟自己的根源也没什么关联 所以尤其我记得在选前的时候 忘记是看到哪一位明星 就男明星 然后他曾经 不好意思忘记他名字 他就问大家说 大家要想想我们的根在哪里 对吧 那理论上他其实要告诉大家 是我们的祖先 都来自于对岸这些的 可是底下所有网友的留言影片 都说我的根就在台湾 那意思就是反正跟对外没什么关系 你天处是不是啊 对对对对 这是非常帅气的这个男演员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 第一个你说两岸路线要并论 为什么呢 是因为所谓的台湾内部 就是大家的这个 对于国家的认同以及想象 或者我们对于民族的所有的共识 已经产生了偏离跟世代上的落差 所以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再没有办法进行这些所谓的 课纲也好 或媒体上面这些修正的话 那当然不会赢 好 那如果确定这些都没办法改的话 那怎么办 那当然你就只能够改自己所谓的路线 但这个所谓的路线 是永远炒都炒不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显然的 你如果偏离的话 那么40岁以上的支持者 就不能够接受嘛 但如果你要改成 要清净30岁以下的 那一样啊 那30岁的也不见得能够信任 那有一些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比如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新闻 那说年轻人 诶 这上面怎么没写 好 就说年轻人疏离蓝营 好 国民党文传会说 国民党从来不清中 标签都是别人贴的 我本人呢 我就不是很能够喜欢 说我们要一直摘一下所谓的 我不清中 我不清中的这个标签 为什么 如果可以清美 那为啥不能清中呢 而且严格来讲 那叫做清路啊 没有叫做清中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中华民国才是中啊 不久之前 我朋友呢 看到一则媒体的报导 传讯息给我 要我去问一下 国民党到底怎么想的 什么意思 就是先前呢 国民党这个文传会 新闻稿说 哎呀 因为怒鲁的断交事件 新闻稿上面 就是媒体上所刊登 国民党呼吁中国当局 怎么样怎么样 我朋友传给我说 国民党怎么可以讲 对方叫做中国当局呢 你应该要讲大陆当局 或者叫做中共当局 北京当局 对吧 你怎么可以叫人家 中国当局呢 如果他是中国 那中华民国是什么 难道中华民国 是蔡英文口中的 Only台湾吗 所以国民党 当然不能采取这个立场 那我也想 国民党应该也不会 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啊 就不太可能 所以我去查了一下 那是国民党的这个新闻的原稿 写的是呼吁大陆当局 那这些媒体呢 这些绿色媒体 它有自动审稿机制 对吧 它就任何遇到大陆的这个字眼 它就一律的翻译成为中国 好 那这个绿色媒体常常都这么干 好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看 像我还会有一些朋友 会很care这种事情的 那你说这要怎么样去进行 所谓的辩论 那理论上 如果对岸是大陆 对吧 那中华民国是中国 那如所谓的这种 这个两岸的辩论 那你到底要辩论什么呢 而且实际上 中国国民党 就叫做中国啊 那如果我不亲近自己的政党 作为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 我不亲近自己的这个政党的中国 那不是很奇怪吗 而且赖清德 都可以讲亲中爱台 结果国民党的人反而不能讲亲中 这不也是很奇怪吗 这不是一种 另外一种的绿能跟你不能吗 所以所谓的这个两岸的问题 而且你越要撕下自己所谓的亲中标签 也很困难嘛 为什么 因为确实鼓励两岸的之间的交流 鼓励两岸之间要多多的往来 那本来也就是国民党的两岸立场的政策 本来也就是我们蓝营 本来也就是我们支持中华民国论述 该有的这个论述啊 所以马前总统才会有马席惠啊 那你如果不亲近他 你如果不跟他往来 就所谓的不亲近 那怎么会有如此多的一些痕迹呢 所以我倒是认为个人浅见 不要急着去所谓的撕标签 你只要我们只要专注的给民进党贴标签 他就是仇中他就是反中 然后会引起两岸之间的战争跟对立 所以我们只要给敌人贴标签 那我们实际上所做的氛围呢 就是希望两岸要能够和和平平 然后呢问我们是什么 那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中 那他国际上不认同啊什么的 那国际上认为的中是对岸呢 那实际上两岸本来都是中的一部分 这也是客观事实的说话 所以当然啦 就是年轻的人不见得能够接受 不见得能够接受这一套的论述 所以关键在说 怎么样让大家能够理解 就他不用接受 就像我们跟很多年轻朋友 他完全不能够理解 侯瀚你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他完全不能接受 你怎么会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呢 但是他可以理解 你小的时候读的书都是这一套 根据宪法这样 他理解但他不用接受 那我们只要能够让大家能够理解到 这是我们的想法 而且这一套想法 目前或者说这一套做法 能够让两岸的和平相处 两岸的和平发展 对大家是最有利益的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幸福 economical by bwd6